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烟草档位突然下降,订烟受影响,只因店老板没做好 我原来是25档,怎么一下降到15档呢? 我也是原来有20多档,现在只有几档了,这还让不让人订烟了?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店老板们也开始加大订货量,未节日做准备 然而有些老板订烟时才发现,自己的烟草档位突然下降了 要知道档位下降,订烟就会影响 如今正是卷烟销售旺季,这对于店老板来说真是一件烦心事 这可是直接影响店铺生意的,那档位怎么会突然下降了呢? 据了解这两位老板在上几次的订烟过程中,指定店里销量好的烟 其他省外烟和新品烟都没有订购 因此经过系统评定下来分数不高,档位也就下降了 店老板应该都知道,烟草客户档位的评定并不能人为的操控 而是由系统自动生成 烟草公司每两个月会对客户进行一次评价 营销系统将会自动撤算每位客户的前两个月销售数据 然后算出每位零售客户精英能力得分 按照得分高低依次排名 所以如果店老板不想自己的烟草档位下降 或者想达到高档位,在定烟时一定要注意 一,了解当地烟草公司相关政策,如货源怎么分配,档位升降排名等 现在零售客户档位评价指标一般包括卷烟,进购金额,卷烟进购量,省外烟进购量,省外烟购进占比等几个维度 老板们想要提升档位,在定烟时可以根据这几个维度来定烟 二,平时多留意同行最近在卖什么,消费者最近在买什么 避免盲目勾进一些卖不出去的烟,占用资金 三,多学习一些零售经营技巧,提升经营能力,多了解相关烟草专卖法律知识 坚守经营底线,诚信合法经营 想要定到更多畅销烟,就要想办法提高档位 档位提高就意味着要多维度的来定烟 由此可见,档位与店铺销量是相辅相成的 而想要提高卷烟的销售,就要保证店里品牌齐全多样 既能满意老顾客的日常供应,还能吸引更多新顾客的光临 卷烟销售上去了,档位也就上去了